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应好多老铁的要求 今天野猪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阿贝多和优拉卡池会有哪些四星角色 这是野猪我在上个月预测 胡桃卡池四星角色得出的结论 也算是猜对了,对吧 这里先向大家送一个祝福 野猪虽然只是一个小up主 但是希望所有观看我视频的朋友都能欧气满满 新版本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野猪我在之前的预测中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比如说这个四星角色多久没有up了 然后他和up的五星角色能不能搭配起来 在这样详细的分析下 野猪基本上也猜对了好几个卡池 最差的也至少能猜中一个 但是到了2.3公布双卡池复刻以后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的分析了 直接看这张图就行了 公子照抄了灵华的卡池 胡桃照抄了萧公的卡池 现在的关键点是 阿贝多和优拉卡池 他们的四星角色会不会是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2.3版本PV中是有班尼特的 一般情况下有剧情的角色都是会进卡池的 所以他进卡池的几率也是挺高的 安博丽莎凯亚玉三家除外 首先是两个卡池四星角色不一样的情况下 我个人预估就是这8个角色里面的6个了 9条小艾米 班尼特 雷泽 女仆 巴巴拉 香灵 砂糖 9条香灵 砂糖是根据卡池顺序 另外5位角色是很久没有up了 巴巴拉 小艾米已经7个卡池了 班尼特6个 雷泽6个 女仆已经10个卡池没有up了 如果两个卡池的四星角色是一样的 那么按照顺序来可能是香灵 砂糖9条 如果不是按照顺序来的 很有可能会是班尼特加女仆 其实说白了 四星角色到后期 大家在用的就那么几个 行秋 班尼特 香灵 猫猫 还有6命的9条 卡池里面的四星角色 如果是你想要的 当然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他不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卡池 这个五星角色 你还会不会去抽他 还是那句话 喜欢你就抽他 如果犹豫了 就再思考思考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下决定 万一抽回来了以后 自己后悔了 这就得不偿失了 千万不要出现那种 啊我花了几万元时 把他抽回来 结果是这么一个屌样 这样子真的没必要 游戏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所以抽角色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野猪中心的祝愿 所有点赞 投币 三连 关注 支持野猪的大佬 新版本 欧气满满 新想事成 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全部带回家 我是自由大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 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